郭台銘現在就是一個自然人的股東 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跟經營成無關 那郭董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呢 一方面也是他擔心說他這個競選的表現 如果表現得很好 鴻海的股價一飛沖天 那是不是外界就說 所以你參選是為了炒股啊 那變得變高端一樣嗎 宣誓他獨立參選的決心 如果表現得非常好 那這個股價上漲 那股東就會說 是不是這個時候可以來炒一波股 他真的也不希望被人家這樣子講話見風插針 我們之後會用運送運鈔車的規格 來運送連署書 郭董就是郭董 他要求要保全跟保險還有運鈔車 來運送重要的連署書 已經找到了 他說找到了 他說找到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找誰 我真的不知道 男性女性可以找到 我不知道 完全不過問 而且我拒絕他告訴我 我說你不要告訴我 我別想聽 我不想聽 那當然跟我說一下 郭董為什麼他會後來就現在決定 要辭掉鴻海的動資 好 這個又是錢的問題 首先我要聲明 我個人前幾年曾經持有鴻海的股票 但是我已經全部出清獲利了結了 我大概是七十幾塊進場 一百一十幾塊賺了一筆 所以呢 我絕對沒有設內線交易 而且當時我根本不認識郭董 沒有 這是我個人的 因為最近這個星期好像大家都很關心我的代價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郭董的問題 那我們昨天晚上有看到鴻海公司發了眾訊 那郭台銘先生辭去了鴻海的董事 這件事情是在四年前 郭台銘第一次參選總統 當時他就已經把董事長交棒給劉洋偉 所以他實質退出鴻海的經營層 那只是掛名的董事 四年後的今天他再次參選 那他必須要做一個新的動作 來宣誓他跟鴻海無關 所以他這星期就去辦了相關的手續 連這個掛名的董事都辭了 那鴻海集團總共有九席董事 那有超過五席都是獨立董事 所以呢 郭台銘現在就是一個自然人的股東 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跟金銀層無關 那郭董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呢 一方面也是他擔心說他這個競選的表現 如果表現得很好 鴻海的股價一飛沖天 那是不是外界就說 所以你參選是為了炒股啊 那變得變高端一樣嗎 所以他覺得這樣被人家講話也不好 他就去請哲哲同事 宣誓他獨立參選的決心 這個獨立不只是獨立於政黨之外 也是獨立於鴻海集團之外 所以接下來他的表現會越來越好 那鴻海公司的股價漲或跌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就敬請期待我們表現囉 郭董其實也是跟上次的那個 Please Do It之後的效應 然後現在鴻海也想要先劃清一下這件事 這件事倒完全沒有關係 純粹就是股東權益 就是他在這段期間競選的表現 如果表現得非常好 那這個股價上漲 那股東就會說 是不是這個時候可以來炒一波股 對他真的也不希望被人家這樣子講話見風插針 跟這個中共的因素是完全無關的 請問一下講一下那個連署的部分 因為昨天在這個後援會的社群裡面 就是有抛出了四年前他們連署的資料 然後他把各自的曝光 那現在連署的階段是 你是不是有跟這個民眾反過是少安勿躁 有的這兩天我們注意到這個訊息 然後我們也聯絡這些友好的民間社團說 請不要就是各自的去收集民眾的個資 因為總統連署牽涉到身份證影本 這是非常隱密的個資 請各位以我們官方辦公室公佈的為主 我們現在正在緊羅密鼓的 在租借場地動用人力 在全國各縣市部署連署站點 所以呢請各位支持者 真的很感謝你們的幫忙 那我們已經即將要準備就緒 等到連署正式起跑 我們在913到9170表 那中選會公告應該是918 918之後我們就會開啟全國所有的連署站點 那到時候再麻煩各位好朋友 到我們這些連署站點來 那在這段期間或是連署開保之後 請各位民眾千萬不要將自己的身份證 跟個資隨便的交給這個路上來路不明的民眾 因為這幾年詐騙案非常的多 不過講到這個話題我可以跟各位爆料一個小八卦 我在前幾天有一天早上我跟廠商開提報會議 那一天的傍晚我在郭董家開會 他臨時開一個會 他就想要說這個連署跟個資有關 他就坐在那個位置上 然後在場所有的他那個幕僚全部都到場了 他就很鄭重交代說 現在那個民眾對個資的保房意識很強喔 你們這個東西真的有做好嗎 我們說有有有 我們有規劃相關的物流啦保房啊都有做 他就想一想他覺得說 我覺得要找保全公司 還不夠 要找保險公司 萬一真的說那個物流車 譬如說出生意外 整車那個個資就不見怎麼辦 要找保險公司 然後他立刻就叫一個 好像是他的特助吧 來來來你過來 你跟我去 現在就立刻聯絡保全公司保險公司 就幾千萬幾億都沒關係 淘寶下去 民眾的個資一定要做到最嚴謹 然後我告訴你喔 這種紅海訓練出來的喔 他們以前大概都是待過紅海的 立刻說是 然後馬上就在那邊打電話 然後呢 隔天跟第二天 我就真的在跟保全公司的總經理開會了 所以我告訴你喔 這個郭董的思維是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樣的 他覺得這件事情是要做的 是對的 他就真的去做 因為他認為民眾個資的保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特別交代這個一定要做到最嚴謹 然後我那天跟保全公司談喔 你知道他們等級是什麼 我們之後會用運送 運鈔車的規格 來運送聯署書 我沒有開玩笑 真的 真的是用運鈔車的規格 我聽到有點嚇到 因為我們當年搞公投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用一般的物流 或是用郵局寄回去就好了 但是郭董就是郭董 他要求要保全跟保險還有運鈔車 來運送重要的聯署書 因為他非常重視每一位民眾的個資跟隱私 這是我的報了一小碼 請教一下 就是為什麼挑這個時間點請辭董事 因為昨天台氣連的會長才說 台氣連的會長 說希望郭董迷途知法 這個時間點 那郭董參選這一週 其實我們看到包括環球時報 就是中共的黨媒 還包括國台辦 都有對郭台銘先生 做非常嚴厲的批評 其實大家想想郭台銘過去 在任何公開場合的言行 他在重大的場合 他一定要戴他招牌的國旗帽 然後敬禮 然後講中華民國 捍衛中華民國的立場 所以大家都知道 郭台銘是一個強烈的中華民國捍衛者 這一點當然老共對他是不太高興的 這個我們也清楚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台面上所有的總統候選人之中 郭台銘是對中共態度最強硬的 甚至比民進黨賴清德更加強硬 你看賴清德從抗中保台 現在已經縮回去叫和平保台 但是他沒有任何具體的手段 來確保兩岸和平 而郭台銘在國民黨徵召階段 就已經提出了金門和平宣言 他完全繼承了馬英九的正統國民黨路線 他要求兩岸建立一個具體的溝通機制 即便是美國和蘇聯的冷戰時期 雙方依然有溝通管道 民進黨執政斷了溝通管道 那將台海的和平 處在一個不確定性的風險上 所以郭台銘認為這樣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溝通管道 把雙方的風險都降到最低 我們會增強國防實力 我們同時也要增強經濟的實力 同時我們不畏懼跟中共面對面的談判 這是郭台銘先生非常堅定的立場 那他雖然有意要切割鴻海 但是我們了解他還是鴻海的最大股東 這個身分他沒有辦法擺脫 那他目前好像還有12%的股權 那這是不是代表說他未來還是有機會 可以投票給自己回鍋當董事 對現在郭台銘先生就是一個純粹的自然人股東 那他擁有鴻海這些股票呢 就只是單純的財產 他完全不涉及經營層 那你說之後郭台銘可以用這12%的股權 投票給自己再度當回董事 可是大家其實也看到 四年前郭台銘把董事長交棒給劉揚偉 那他那個董事就是掛名的虛嫌 這四年來他在公開場合的身分 都是用永齡基金會的創辦人 因為永齡基金會是他設立的 所以你說他會再投票回自己當董事 然後再回去干涉同海的經營層嗎 這我想應該是不太會的 他這幾年就已經決定奉獻這一生的事業跟財產 來貢獻給社會 貢獻給國家 市長我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柯文哲受訪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其實雙方談慣當然是可以 但他就有特別講說 每次都把場面弄得很尷尬 然後還說就是不斷在媒體前放話 這誰受得了這樣子 其實這個就跟我前幾天講的一模一樣 包括我印象中郭台銘先生受訪的時候 他也講過嘛 不要有中間人在那邊亂放話亂傳話 其實郭 柯 侯 甚至朱 他們幾個都有直接聯繫的管道 那這星期我們也看到朱主席跟柯主席 都釋出了善意 他們說三個人相見很好 兩兩仙相見也很好 那柯主席說這個不要有中間人在放話 那介面呢不要在那邊分配權利的位置 應該要談政策談理念 你看這是不是跟我這星期講的一模一樣 因為這是郭先生交代我的 我是推動整合 而不是專屬於他個人的發言人 我們主流民意大聯盟 就是要組成最強的隊伍 所以既然朱主席跟柯主席 都有跟我們完全相同的想法 那就證明我所言是真實的 絕對不是虛假的 所以趕快希望國民黨的朋友 民眾黨的朋友 趕快來做這個咖啡會 不只是三個人的 甚至連朱主席都納進來 做四個人的咖啡會 那民眾只要看到四個人 坐下來那個場合 光是那個畫面 就會為大家帶來希望的曙光 那因為其實郭董先前 就是頻頻對藍白這裡來喊話 希望坐下來談 然後他們可能覺得有點緊迫叮人的感覺 然後昨天又放棄了這個董事的這個詞 那最近是不是覺得 郭董真的有時間的這種緊迫的感覺 這樣有期限嗎 我們當然有時間的壓力 因為你看我們八月底宣布參選 九月中領表 然後中選會的送件截止是十一月二號 也就是說在十月中 我們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連署 取得這張門票 才有底氣去跟藍白兩黨談整合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同時兼任郭先生的連署總顧問 所以我現在壓力三大 不只是郭董的時間壓力很大 我的時間壓力也非常大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朱主席跟柯主席 他可能會覺得說我們現在的動作非常的大 那外界有一些質疑我們什麼緊迫盯人 我覺得這就是一場公平的比賽 我們當然是力求表現到最好 那我們真的是大家的朋友 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民進黨 所以這是一個良性競爭的表現 我們真正的壓力是時間非常的短 但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民進黨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再也能夠攜手合作 團結打敗民進黨 那連署單上一定要有副手的名字 那最近其實不少人都有被點名 包含說聖志仁嗎 那目前這個人選找得怎麼樣 這個聖董也是我的朋友 這件事情我也坦白跟各位講 在參選前 對不起 參選後有一天開會 然後他問我連署的旗程 然後他就問我一個問題說 最晚什麼時候要公布副手 我就提醒他 9月13到9月17領表 領表的那一天 就一定要填副手的名字 所以你要嘛就是事前開記者會 宣布副手人選 或者是在領表當天 填上名字記者一定會知道 然後他就說 嗯懂 我就反問他 你有在找副手喔 他說有 你真的有在找喔 他說有 真的有在找 已經在談了 但是因為要尊重對方的隱私 所以我說好好好 你不要跟我講 我不要知道 因為我今天 你賦予我的任務 是大聯盟的發言人 我對記者是不能夠說謊的 所以我不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只要知道你有在找 而且已經找到了 但是尊重大家的隱私 那如果記者問我 我就是坦白的回答 所以你看 不知道問題我就說不知道 而且這個脈絡 我都會跟你們交代一清二楚 所以已經找到了 他說找到了 他說找到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找誰 我真的不知道 男性女性可以找到嗎 我不知道完全不過問 而且我拒絕他告訴我 我說你不要告訴我 我不要想聽我不想聽 對